147 東方早報 上至B 06 2015年7月14日專題B 07系2表46.6 調查表明,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良好的創新產出表現可能與其創新投入和人才的匹配有關 值得注意的是,製造業和農林木漁業雖是創新人才缺乏比較嚴重的兩大行業 但其良好的創新產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製造業尤其是以電子設備、專用設備、汽車和儀器而表為代表的高端製造業和農林木漁業的創新結構調整 基時進一步增強行業創新能力的保證,由時推動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行業 6. 企業家對未來增加創新投入持謹慎態度本次調查從企業未來一年是否增加創新投入、引進人才和更新設備等三個方面了解了企業家未來的創新意願 調查結果顯示,與往年相比,2014年企業計劃未來一年增加創新投入和引進人才的意願有所下降 而更新設備的意願則處於2008年至2014年的中間水平 調查表明,在當前三期蝶家的宏觀經濟背景下,企業對增加創新投入持謹慎態度 見表白,不同行業看,對比2008年至2014年的調查數據可以發現 不同行業企業未來創新意願差異明顯,以2014年為例 信息傳輸元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71%,製造業62%增加創新投入的意願最高 而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28.1%,房地產業38.2%增加創新投入的意願最低 從年度平均值來看,增加創新投入意願最高的前三個行業分別是 信息傳輸元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72.9%,製造業67.8%,農林木漁業65% 而增加創新投入意願最低的三個行業分別是 批發和零售業44.6%,房地產業45.1%,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48% 在製造業中,儀器儀表81.1%、專用設備76.6%、電子設備76.3%和醫藥76.3%等 等行業增加創新投入意願最低 調查還發現,各行業企業引進人財意願也有較大差異 以2014年為例,租人和商務服務業68%和信息傳輸元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66.1% 引進人財意願最高,而採礦業26.9%和房地產業39.7% 引進人財意願最低,在製造業中,醫藥62% 而器儀表60.4%、電子設備57.1%和專用設備52.2% 引進人財意願最高,而非金屬製品26.6%、化遷33.3%、鐵路船舶 航空航天及其他運輸設備製造業33.3%、紡織33.6%和橡膠塑料33.9% 引進人財意願最低 調查顯示,不同行業企業更新設備意願也有較大差異 從年度平均值來看,更新設備意願最高的前三個行業分別是 電力熱力燃氣及水滴生產和供應業49.3%、製造業47.4%及採礦業45% 而更新設備意願最低的三個行業分別是 房地產業11.1%、批發和零售業16.4%及造任和商務服務業18.1% 在製造業中,汽車55.9%、造紙53.2%、化遷51%和鋼鐵50.9%等 行業更新設備意願最高、服裝37.4%、鐵路船舶舶航空航天及其他運輸設備製造業38.7%、化工41.4%和儀器 而表43%等行業更新設備意願最低 3.影響企業創新的因素分析1.宏觀環境影響企業創新意願本次調查分析了 企業家對當前宏觀環境的判斷與企業未來創新意願的相關關係 分析結果顯示,企業家對經濟體制、法律體制、政策體制、社會輿論、文化環境和市場環境等六個方面的評價 與企業未來增加創新投入、引進人才和更新設備情證相關關係 調查表明,企業家對宏觀環境的判斷越樂觀、企業未來的創新意願越強 2008年至2014年的調查了解了企業家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和企業的創新戰略 調查分析顯示,企業家對宏觀經濟形勢判斷的樂觀程度與企業未來創新意願呈顯著的政相關關係 並且在2008年至2014年的數據分析中保持穩定 這或許表明,企業家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影響了企業未來的創新意願 對宏觀經濟形勢更樂觀的企業家創新意願相對更強 因此增強企業家對我國經濟長遠發展的信心 對促進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具有積極意義 本次調查還分析了企業所在行業的競爭環境、技術環境與企業未來創新意願的相關關係 有關行業競爭環境的分析表明 當行業競爭非常激烈、新進入企業很多時 企業未來增加創新投入的可能性增大 而當企業失敗的可能性很高時 企業未來增加創新投入 引進人才和更新設備的可能性降低 有關顧客需求變化的分析表明 當顧客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需求非常多樣化或高度定制化時 企業未來增加創新投入的可能性顯著提高 有關行業標準的分析表明 當行業標準高度統一時 企業未來增加創新投入和更新設備的可能性顯著提高 有關行業技術變化的分析表明 當行業技術變化很快 技術變化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或行業內新技術普遍出現時 企業未來增加創新投入 引進人才和更新設備的可能性會顯著提高 2、創新政策有助於推動企業創新和轉型為了解 政府支持創新的政策措施對企業未來創新意願的影響 調查了解了企業家對當地政府支持創新的政策措施的評價 及與企業未來創新意願的相關關係 本次調查主要從三個方面了解了政府支持創新的政策措施 政府為企業提供了所需技術信息與支持 政府為企業創新提供了重要的資金支持 和政府為企業吸引創新人才提供了支持 調查分析顯示 政府支持創新的政策措施與企業增加創新投入 和引進人才均有顯著的正相關關係 但與企業是否更新設備沒有相關關係 調查分析表明 政府創新政策措施的有力支持更多的是 影響企業增加創新投入的信心及對人才的投資 相反 更新設備等反映企業追求產能或效率的創新投入 不受政府創新政策措施的影響 因此 加大創新政策支持力度 有助於推動企業創新和轉型 政府簡證放權能為企業提供更多的市場機會 更公平的經營環境 更明確的市場主體權益 更透明的信用機制和更高效的法制環境 本次調查了解了企業家對2014年以來 政府進一步加快簡證放權相關措施的評價 及與企業未來創新意願的相關關係 調查分析顯示 政府簡證放權的各項措施整體上 都與企業未來創新意願情證相關關係 因此 加大簡證放權的力度 有利於提高企業未來的創新意願 3. 經營狀況愈好的企業創新意願 愈強課題組根據2014年各行業 綜合經營狀況的調查數據 選取了其中經營狀況較好的五個行業 包括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 訊息傳輸軟件和訊息技術服務業 租人和商務服務業 醫藥、電子設備 以及經營狀況較差的五個行業 包括採礦業、紡織、化簽、非金屬製品、有式金屬 追蹤這些行業中的企業在2008年至2014年的創新意願情況 調查分析發現 在增加創新投入和引進人才方面 處於經營情況良好行業的企業 比處於不佳行業的企業意願更強 特別是在引進人才方面 每年都表現出顯著的差異性 相反,在更新設備方面 處於經營情況不佳行業的企業 比處於良好行業的企業意願更強 且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 進一步 為了研究銷售價格情況不同的行業中企業創新意願的差異 課題組根據2014年各行業銷售價格情況的調查數據 選取其中價格上升或相對持平的四個行業 包括 農林木漁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滴生產和供應業 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食品 以及銷售價格大幅下降的五個行業 包括採礦業、花簽、非金屬製品、鋼鐵、有式金屬 追蹤這些行業中的企業在2008年至2014年的創新意願情況 調查分析發現 在引進人才方面 處於銷售價格上升行業的企業比處於價格下降行業的企業意願更強 並且每年都表現出顯著的差異性 與之不同的時 在更新設備方面 處於銷售價格下降行業的企業比處於上升行業的企業意願更強 且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 而在增加創新投入方面 銷售價格的上升與下降 對相應行業中企業的創新投入意願並無顯著影響 本次調查從新產品數量、新產品銷售和新產品研發投入等方面 了解了企業的競爭優勢 及與企業創新意願的相關關係 調查分析顯示 超過四成的企業家認為本企業在創新方面與競爭對手相比有一定的優勢 而這Z企業未來創新意願更強 表現為更願意增加創新投入 引進人才和更新設備 調查分析表明 擁有創新優勢的企業會不斷地通過更多的創新投入強化創新優勢 同時也意味著沒有創新優勢的企業與創新領先企業間的差距可能會不斷擴大 本次調查還了解了企業過去一年裡成本方面的變化 獲得政府支持的情況和團隊形聚力的變化 以及這些變化與企業未來創新意願的關係 調查結果顯示 超過90.1%的企業認為在過去一年裡企業人工成本上升 而人工成本上升較快的企業更傾向於更新設備 其原因可能是用於替代勞動力 另外,超過61%的企業環保支出增加較快 而環保支出的增加也迫使企業增加創新投入並更新設備 此外,能源消耗的增加也與企業增加創新投入和引進人才顯著症相關 除了成本方面的變化會推動企業增加整體創新投入外 政府支持和團隊形聚力的提升也會增強企業未來的創新意願 調查分析表明,獲得政府支持較多的企業在增加創新投入和引進人才方面更積極 而團隊形聚力上升的企業在創新投入、引進人才和更新設備等方面都更積極 除了受企業經營成本等條件影響外 企業未來創新意願與企業盈利情況和生產狀況也有密切關係 調查分析顯示,企業營利能力越強,生產狀況越好,其未來的創新意願越強 企業營利能力和生產狀況與企業增加創新投入和引進人才顯著症相關 並在2008年-2014年表現出一定的穩定性 4. 企業家信心與價值觀影響企業創新投入創新是企業長期發展的動力 它反映了企業家對企業未來增長的信心和自身發展的信念 對企業未來增長沒有信心的企業家不會把大量資源投入到回報期長的創新活動中 而對企業家群體未來發展信念不確定的企業家也不會把精力花在創新活動上 本次調查從企業家對所從事的事業的信心和對企業家群體前途的信心兩方面 衡量了企業家對未來的信心 調查分析表明 月盈同解餘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仍願意做企業家者一說法 未來增加創新投入和引進人才的可能性越高 月盈同我希望我的子女成為企業家者一說法 未來增加創新投入 引進創新人才和更新設備的可能性越高 而月盈同願意做失業的企業家愈來愈少這一說法的企業家 未來引進創新人才的可能性越低 調查分析還發現 月盈同我覺得自己的事業很有意義這一說法的企業家 未來增加創新投入和引進人才的可能性越高 月盈同我經常感到很有成就感這一說法的企業家 未來增加創新投入和引進人才的可能性越高 月盈同對自己現在所從事的事業不敢興趣這一說法的企業家 未來增加創新投入和引進人才的可能性越低 企業家對自身命運的態度也可能影響企業家對未來的看法 以及企業未來的創新意願 調查分析顯示 當企業家認為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裡而不是依賴於外部條件時 企業未來的創新意願更強 企業家個人價值取向的差異也會影響企業未來的創新意願 本次調查從利他和利己兩個圍道了解了企業家的個人價值取向 及與企業創新意願的相關關係 調查分析顯示 愈從事在人為樂 為別人謀福利 同情心 對別人富有同情心 平等 人人機會平等 關愛 對人表示關懷 充滿愛心 的企業家 未來增加創新投入的可能性越高 愈從事舒適的生活 充於附足的生活 財富 為自己和家庭賺錢 的企業家 未來增加創新投入的可能性越低 但無論企業家是利他 還是利己的個人價值取向 企業未來引進人才的可能性都顯著增加 而企業家 的個人價值取向對更新設備沒有顯著影響 建表十五 創新投入與企業職效顯著正相關企業創新投入 是為了在未來能夠提供有創新性和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 並獲得更好的經營職效 為了研究我國企業創新歷史演變和新常態下企業創新狀況 了解積極創新的企業是否會有更好的職效 以及在創新方面的分化是否會影響企業未來的經營職效和市場競爭力 課題組分析了企業創新意願和創新投入與後續年份企業職效的關係 調查分析發現 創新意願及創新投入高的企業 後續年份創新產出高 生產狀況好 盈利狀況好 這表明企業創新投入會明顯提高企業職效 促進企業分化 具體來看 調查分析了2008年至2014年 連續兩年都參加了問卷調查的企業 其前一年創新意願及實際研發費用佔比 大學生員工佔比 研發投入及新產品銷售佔比的變化情況等 與第二年的營利情況、生產狀況以及創新職效的相關關係 總體而言 企業創新意願及創新投入與經營職效和創新產出顯著正相關 調查分析表明 前一年調查中表示有增加創新投入和引進人才意願的企業 其在第二年的創新產出、新產品銷售佔比的變化情況 顯著好於前一年調查中表示沒有增加創新投入和引進創新人才意願的企業 同時,企業前一年研發投入的增加對促進企業第二年的創新產出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此外,企業前一年的更新設備意願、大學生員工佔比、實際研發費用佔比的提高 同樣可以促進企業第二年的創新產出 此外,課題組對同時參與了2013年和2014年調查的1376家 企業的數據做了進一步回歸分析 再控制了企業所在行業、企業規模、企業員工數、企業類型、 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企業實際研發投入等因素之後 分析結果表明,有創新意願的企業比沒有創新意願的企業在下一年度的創新產出 新產品銷售收入佔總銷售收入的比重,上高約2.5%至6.1% 關於企業創新意願及創新投入與企業生產狀況的相關關係 調查分析發現,前一年有人進人才意願的企業,其第二年的生產狀況顯著好於前一年沒有人進創新人才意願的企業 在多數年份中,企業前一年所表現出的增加創新投入意願或更新設備意願,對企業第二年的生產狀況同樣有促進作用 但效果並不顯著,同時,前一年創新投入增加及生產品銷售佔比增加的企業第二年的生產狀況顯著較好 近三年來,提高大學生員工佔比對企業第二年的生產狀況有較為顯著的促進作用 關於企業創新意願及創新投入與企業營利狀況的相關關係 調查分析發現,前一年有增加創新投入和引進人才意願的企業 其第二年的營利狀況顯著好於前一年調查中沒有增加創新投入和引進人才意願的企業 在多數年份中,大學生員工佔比對企業第二年的營利狀況同樣有促進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在前一年研發投入增加及生產品銷售佔比增加的企業 第二年的營利狀況顯著較好 這表明企業創新投入對其經營職效有正向的促進作用 報告主持 李蘭、張泰、李彥斌、姓來韻、于武 報告站社 盧光勇、李蘭、彭士青、潘建成、擴大海、寵為國 本文首發於管理世界2015年第六期 田春玲編輯、工作猶商 Shine Girl at the paper.cn